不愿人 不愿人是苦海 越愿人心里越难过 以致不是生病就是招货 不是苦海是什么 管人是地狱 管一分别人恨一分 管十分别人恨十分 不是地狱是什么 必须反过来 能领人的才能了人间债 尽了做人的道 能度人的就是神 能成人的就是佛 君子求己 小人求人 君子无德 愿自修 小人有过 愿他人 嘴里不愿 心里愿 越愿 心里越难过 愿气有毒 存在心里 不但难受 还会生病 等于是自己服毒药 人若能反省 找着自己的不是 自然就不往外愿 你能 不愿不能的 你会 不愿不会的 明白面对人的道 就不愿人了 现今的人 都因为别人 看不起自己 就不乐 其实我这个人 好就是好 歹就是歹 管别人 看得起 看不起呢 只是一个 不愿人 就能成活 现在的精密人 都好算账 算起来 不是后悔 就是委屈 那能不病呢 不愿人 三个字 妙到极点了 二 不生气 不上火 我常研究 火腻的 多吐血 气腻的 多吐石 要能行道 明道 气火就都消了 上火是龙影 生气是胡笑 人能降服住气火 才能成道 有人惹你 你别生气 若是生气 气往下行 变成寒 有事逼你 你别着急 若是着急 火往上行 变成热 寒热都会伤人 修行人 欲好事不喜 欲坏事不愁 气火自然不生 就是降龙俗虎 能降服住 他就为我所用 降服不住 他就是妖孽了 秉性用事 鬼来当家 因为生气 上火一定害病 生病 就是被鬼给打倒了 正念一生 神就来 邪念一起 鬼就到 可惜 人都不肯当神 甘愿做鬼 火是由心里生的 人心一动就生火 一着急火往上升 一动念火往外散 若能定住心 火自然下降 不守本分的人 额外的贪求 火就忘动 若能把心放下 不替人着急 就不起火 那该有多么轻快 动性是火 心里生气才是气 佛说七处争心 我说还得掐死一头 人心一死 道心自生 人心一动 道心自灭 争贪的念头 就生出来了 因争生气 因瘫上火 气火攻心 整天烦恼 就是富贵 也没有乐趣 所以古人治心 如同治病 我说把心掐死 多么省事 三 找好处 认不是 修好的人多 得好的人少 是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心里存的 都是别人的不好 又怎能得好的 找人好处是聚灵 看人毛病是收脏 聚灵是收阳光 心里温暖 能够养心 收脏是存阴气 心里阴沉 就会伤身 人人都有好处 就是恶人 也有好处 正面找不着 从反面上找 所以我说 找好处 是暖心丸 到处有缘 永无苦恼 找好处 是真经 要想找好处 就得以智为根 在没有丝毫的好处里 找出真好处来 在忍无可忍时 还能忍得住 就是大义参天 任不适生智慧水 水能调五味 和五色 随方救援 人的性子 要能练得像水一样 就成了 所以古人说 上善落水 人和天地是一体 天下的事 都是自己分内的事 世界美好 咱们哪能没有不是 不是到处都有 低头也是 抬头也是 睁眼也是 闭眼也是 看妻子不好 是低头不是 看老人不对 是抬头不是 看别人不对 是睁眼不是 心里寻思 别人不对 是闭眼不是 以我说 有不明白的道 不会做的事 都是不是 人要能找着本分 才知道不是 人把天里丢了 道里迷了 情里亏了 才不知道 认不是 要能把不是认真了 自然神清气爽 心平气和 认不是生智慧水 找好处生响亮经 找好处开了天堂路 认不是闭上地狱门 认不是圣福清凉伞 找好处圣用暖心丸 四 五行性 我所讲的五行 是以木火土金水 五个字代表来说的 和佛家的五戒 道家的五元 儒家的五常 是一样的 人的苦都在性子中 不服人是阴木 好真理是阴火 好怨人是阴土 好分辨是阴金 好凡人是阴水 木性人遭难 火性人受苦 土性人受累 金性人受贫 水性人受气 像聚宝棚似的 内里有什么 就聚什么 太上说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一点不错 所以我说 好事歹事 都是性子招的 常人的性子 都有所偏 偏于火的真理 偏于土的欺人 偏于金的商人 偏于水的烟人 偏于木的顶撞人 能画出 这一偏执性 自然得到 因木性人 抗上 不服人 好生怒气 怒气伤肝 头晕眼花 两臂麻木 胸格不舒 耳鸣牙痛 瘫痪中风 因火性人 急躁 争理 喜虚荣 爱面子 好恨人 恨人伤心 心热心跳 失眠癫狂 暗雅钉疮 因土性人 蠢蹦蛮横 疑心重 好怨人 怨人伤脾 疼闷胀 腹痛吐泻 虚弱气短 因精性人 残忍嫉妒 虚伪好变 好恼人 恼人伤肺 气喘咳嗽 肺脑磕血 因水性人 迟钝 多忧多虑 好凡人 凡人伤肾 腰腿病痛 疑惊痒尾 所以说有什么性 就得什么病 我所说的五行 和佛家的五戒 是一样的 生怒气便是沙 好穿好衣服 求好看便是银 买东西少给一文钱 也是到 好吃好便是酒 说半句谎话 也是忘 真目是佛的根 真目性人有主意 能忍辱 能立万物 真火是神的根 活主明理 知识达物 能化万物 不为万物所居 真土是道的根 性因果 能容能化 能生万物 别人坏是别人的因果 你不要怨它 也不要替它着急 真经是仙的根 能找人好处 找好处 生响亮经 何人拒万元 有义气 有果断力 欲是迎刃而解 能创万物 真水是圣的根 能任无事 能任无事 生智会水 水性柔和 能养万物 人如果得不着真五行 固执秉性用事 就死在五行里了 今生是什么性 就知道前生是做什么的 今生是火性 前生一定是当官的 今生是水性 前生一定是商人 今生是木性 前生一定是工人 今生是土性 前生一定是庄稼人 今生是经性 前生一定是读书人 今生好打猎 或好杀害生灵的 今生火性就高 今生好抗上的 今生木性就大 今生好说谎的 今生精性就强 前生好怨人的 今生土性就厚 达天时是阳火 性因果是阳土 找好处是阳金 任不事是阳水 能受气是真阳目 这是真五行 现今的天时 人人性里都有火 火性人主贪 好争理 所以才争贪不已 战乱不息 不争不贪是争阳火 争阳火才能达天时 五 三界 人是三界生的 天父人的性 地父人的命 父母生的身 所以说三界是人的来宗 性存天理 心存道理 身尽情理 才能返本归真 人只知有个生我 不知天上有个性我 地父有个命我 性化了 天上的性我 得天觉 道理明了 地父的命我 得人觉 所以 一人本有三身 可惜 人都不知道啊 我所讲的 性存天理 心存道理 身尽情理 和佛家的三规 道家的三华 儒家的三纲 是一样的 佛家的三规 就是性心身 性存天理 就是归一佛 心存道理 就是归一法 身尽情理 就是归一僧 道家的三华 就是性心身 性华开 天理足 心华开 道理足 身华开 情理足 儒家的三达德 就是性心身 性存天理 有人 身尽情理 有勇 三界 就是三教 儒家 从利命做起 道家 从炼身做起 佛家 从养性做起 性存天理 要柔和 心存道理 要平和 身尽情理 要爱和 性要服人 不服人 伤性 心要爱人 不爱人 伤心 生要让人 不让人 伤身 性 心身 三界 不太平 是因为三界中 有三个贼 一秉性 二思欲 三不良 嗜好 要想三界 太平 就要用天理 捉拿性中的贼 用道理 捉拿心里的贼 用情理 捉拿身上的贼 三皇 是天皇 地皇 人皇 人说是上古的三位皇帝 我说天皇 是与皇爷 管人的性 人要是动性耍脾气 天就降灾 地皇 是阎王爷 管人的命 人要是坏了良性 违背 伦常道 地府就降病 人皇 是皇王爷 管人的身 人要是犯罪 国法处罚 三皇管人的性 心身三界 是为了叫人学好 心理寻思 别人不对 是心病 心理常发脾气 是性病 心病 必引起性病 性病 必引起生病 能反过来病 就好了 性戒轻 没有脾气 心戒轻 没有私欲 身戒轻 没有不良嗜好 性不轻 没有福 心不轻 没有路 身不轻 没有受 所以要轻三界 三界的病 我全会治 必须分开三界 清理三槽 身无不良嗜好 身戒就没病 心无私欲 心戒就没病 性无脾气 性戒就没病 心性的病 非用道治不好 吃药是没效的 可惜人都不知道啊 人生要道就是去贪 去争 去脚 贪的亏天理 欠天上债 争的亏道理 欠人间债 脚的亏情理 欠阴间债 倘若三个字都犯了 欠三界的债 它能有好结果呢 贪就是过 争就是罪 脚就是孽 好抱屈伤心 不抱屈 保气保命 好后悔伤性 不后悔 保性保福 好愿人伤身 不愿人 保身保受 人能不抱屈 不后悔 不愿人 三界就都不受伤了 我也有个三性 一性性中 有没有脾气 有人扶腻我的时候 我的性理起什么作用 二性心理知不知足 有没有偏思 吃亏的时候 心理是什么滋味 三性行为正不正当 确实会做什么 这就是我的三性 我也有三个纲领 就是性存天理 心存道理 生尽情理 我也有个八条目 一不贪 二不争 三不抱屈 四不后悔 五不怨人 六不着急 七不上火 八不生气 若能做到 不费金钱 不费力气 不但成道 还能成佛 人有三宝 就是性心身 性属水 心属火 身属土 水是人的精 土是人的气 火是人的神 精族有智慧 气族有发育 神族有灵 像烧砖似的 先用土坯 再用火烧 最后用水焦 才能兼顾 大家讲性心身 讲几遍 就等于烧几把火 讲透了三宝族 圣享百官之福 能忍则信了 知足则心了 勤劳则生了 这正是好了 不能了 就好不了 六 三性 人有三性 一天性 二秉性 三习性 天性是纯善无恶的 孟子说的性善 正是指的天性 人父的性是秉性 秉性是纯恶无善的 寻子主张的性恶 正是指的秉性 后来的性叫习性 习性是可善可恶的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告子说的正是指的习性 以天性用事的会找人好处 以秉性当家的准看人不对 这叫有什么性就招什么事 天性有缘 秉性有根 前生的习性就是今生的秉性 能化去秉性 天性就圆满了 不能化的一触即发 像被鬼迷住了似的 所以叫做无鬼 闹得家宅不安 又叫做五毒 令人害病死亡 他的根最深 不易拔除 人若是降服不住他 就难当好人 我说 业力随身 以致妄动无名 难以成道 习性是物欲所绕 领性是人间的烦恼 能在道德场中尽义务 深界算是拖出去了 会当人的 拖出了心界 领性化尽才拖出了性界 不然怎能超出三界外呢 神族既是德 神族就乐 乐就可以化秉性 脾气化尽 因果自了 去习性化秉性 圆满天性 七 三命 人有三命 一天命 二宿命 三应命 性与天命和 道义就是天命 性与宿命和 知识能力 贤才都是宿命 生与英命和 秉性就是英命 把这三命研究明白 你若用好命 你的命准好 命好 命不好 在乎自己 哪用算命呢 孔子 孔子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不知人 不能达彼岸 知人的好处 是知天命 知人的功劳 是知宿命 知人的秉性 是知英命 知命的人 才是君子 好动秉性 消天命 好动怨气 消宿命 好战便宜 长阴命 天命小 要会长 宿命小 要会增 阴命大 要会消 命小 要会长 命大 命大 要会守 这就是天权在守 有人来见我 我先问他是做什么的 就知道他的天命 有多大 再问他的家业和近况 就知道他的宿命 有多大 看看他的秉性大小 就知道他的阴命大小 三命是三界 三界贯通 还有不知道的吗 人都没有为众人的心 只知为己 所以才遭的 我所以能成为善人 是因为我把为自己的心 开除了 也就是把宿命 掐死了 宿命是无尽修的 为他还有头吗 孟子说 修其天觉 而人觉从之 可是人一得了人觉 就不再修天觉了 修德性 是长天命 学习技艺 多积钱财 都是长宿命 善用宿命的 常知足 能消英命 不会用的 长英命 只有长天命 是一定可以消英命 现今的人 只知用英命 重宿命 不知道 长天命 又怎能明白天道呢 以宿命为公义 以宿命为公义的 长天命 以宿命为自己享受的 长英命 所以说 有钱会花 抄三界 不会花的 念难逃 香瓜 苦的时候 正长 天命 苦的时候 也正长 不说人的 不对 是消英命 能忍 才可以消英命 若能忍受 大侮辱 便消 许多英命 天命 大的宿命 也不小 宿命大的 因命 了不了 所以 要指宿命 了因命 长天命 八 性命 性命是人的根 我得到了人根 那道根 也就算得着了 道根是人的性 人根是人的命 性根若是好了 那命根 也没个不好 可见 人的命不好 都是被性子累的 所以 我教人化性 人能化性 就算得到 性是命的根 有得的人 性量必大 性量大 命也必大 人的命 都是好命 因为性子不好 把命 也鬼带坏了 性是根 命是果 扎下根 才能结果 人若是定不住性 就是没扎下根 若不认命 也难结果 好似开个谎花 学到的人 一要化性 二要认命 性化了 就不生气 不生气 才肯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 任命就不怨人 不怨人 才能受苦 受苦 才能享福 可惜 世人都不知道 把性命看清 把灵力看重了 古人说 修命不修性 此是修行第一定 修性不修命 一点灵光 无处用 这话 把性命双修的重要 说得太透彻了 九 四大界 智义 新生四大界 迷信的人说 奈何桥上三条路 一条是金 一条是银 一条就是黄泉路 我说 用智做人 就是金 用义做人 就是银 以身心用事 就是走上了黄泉路 我常说 一个人必须把四大界 分别清楚 究竟怎样才算分清呢 若能本性如如不动 把世间的愚人都托起来 使他们成为大智慧人 便是智界 就是佛国的境界 若能心无一物 常乐无忧 便是异界 就是天堂的境界 若是贪得无厌 多忧多虑 便是心界 就是苦海的境界 若是为名为利 争贪搅扰 花天酒地 榴莲忘华 好勇斗恨 便是深界 就是地狱的境界 所以说 智界是佛国 异界是天堂 心界是苦海 深界是地狱 智界人没说 异界人知足 心界人好贪 深界人好斗 没说的叫做无心人 知足的叫做静心人 好贪的叫做操心人 好斗的叫做糟心人 糟心人是鬼 操心人是人 静心人是神 没心人是佛 深界人只知为身子做打算 有己无人 横不讲理 见着东西就想占为己有 占不到便宜 就想生气打架 总是发愁 所以是个鬼 心界人贪而无厌 总是不知足 满脑子妄想 好用鸡谋巧算 所以是个小人 异界人知足常乐 乐就是神 智界人一切没说 看透因果 不找循环 没说就是佛 人要想超凡入圣 得会罗界 生界的人互相揭短 心界的人互相争理 异界的人互相容让 智界的人互相感恩 佛界人不思而得 神界人思则得之 魔界人求才能得 鬼界人争才能得 智有智的性 它是无为无不为的 义有义的性 是性着人的 欲找好事就愿意 让给别人 心有心的性 它是贪而无厌的 一心为己 总想占人的便宜 身有身的性 它是破坏成性的 人挤两伤也不知悔 所以说 心身两界 绝不可叫他为主 只可叫他听命 讲佛经的人说 人死之后要入六道轮回 我说六道轮回都在我们身上的 何必向外求 人的持身行事 用智的便是佛道 用义的便是神道 用心的便是人道 贪取外物 不顾情理的便是悟道 专号上火的便是妖道 专号生计的便是鬼道 这六道每天都轮回在我们身上 何必能死后呢 佛说有三千大千世界 我说有四个大世界 得道的人一眼就看出是哪一介的人 以身当人的 不论做到什么地步 都是个破败心 以心当人的 不论怎么能干 也是个操心人 以意当人的 不论事情怎么多 也不泪心 是为活神仙 以智当人的 不论遇着多么腻的环境 也不动性 就是一尊佛 有所忧患则智导 有所恐惧则易导 有所好乐则心不正 有所愤智则身不正 苦即生智 乐即生义 真了就是佛 假了就是魔 有病就是地狱 贪心就是苦海 会使用智的人 越欲逆境越乐 会使用义的人 意念多大 义气也多大 心中有泪 就是命中有泪 事实上必有泪事 不高兴是生心眼了 异象皮球似的 有真皮大小的眼 就露气了 性是本 智是根 是万事万物的根 根像雨似的 天雨本来无心 可是酸梨得了碧酸 甘草得了碧甜 智在天地之间 也像那一样 死心才能化性 秉性化了 而后一成 一成 而后制成 这是一定的道理 秉性化了 就是义 我们化世界 轻则用义 重则使智 能够用智的 万事罪孽 一笔勾销 可是魔来了 你可得定住 稍微移动 便是种子 把一切假事 看破 自然成真 天堂没有坏人 地狱没有好人 苦海没有真人 佛国没有假人 用智当人 是没有说的 不变的 你欺我 骂我 也是成我 你假 你诈 也是成我 就是杀了我 也是成我 以智当人 就是真 若是老公公 被儿媳妇骂了 便该立志说 你若能霸动我 算我当不起这公公 能这样定住 就是佛 是佛 就由神来保护 以义为主 就是个乐 乐 就是神 各教圣人 没有不是以智为主的 我听说 孔子 在成绝粮 仍然是坦荡自如 贤歌不贵 又听说 耶稣被定十字架 三日复活 人就是人 释迦佛当忍辱真人时 被哥立王 割结肢体 还说 我成佛 先度你 他们这种精神 是不是一样呢 所以我说 各教的形式 虽然不同 可是精神是一样的 若是分门别派 就不对了 当今之事 诸天神佛 全在人间 可并没有 徒生落凡 夺谁的智 谁的灵就来 学哪位神佛 哪位神佛的灵就到 学哪位圣贤 哪位圣贤就来 遇着什么事 就学什么人 像摘花样似的 摘一个做一个 孟子说 人皆可以为尧顺 就是叫人夺智 平常人要不夺古人的智 终究是个平常人 真到了智界 半点火气也没有 只剩真乐了 十 学到 人的心里总是好高 都是爱好 哪知道事全在高上 坏在好上 好上 高处哪里有道呢 人是正眼没开 把道给看错了 别人不做的你去做 别人抛弃的你捡来 那就是得 也就是道 向水的救下 把一切物全托起来 自然归服你 这叫托底 可惜人都好抢上 不肯救下 所以离道就越来越远了 世人都怕水深火热 怕死在里面 岂不知耗鸣的死在鸣上 耗力的死在力上 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中 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讲道 不要鸣是入火不焚 不要钱是入水不腻 我学道先学损 学穷 别人学高 学奖 学问 所以没赶上我 知足才能落底 知足才能得道 这是得道的要诀 道是天道 人人都有 并没有离开人 金人为什么没有得着呢 举例来说 一颗豆子 有了秧必须向上度浆 把豆粒度成了算 人也有本 常寻思自己的本分 诚心求三个月便能得着 这是我求做活到得着的 好高是贪 怕坏是瞻 好好是孽 嫌不好是缺德 不禁止是丢天命 只一个好字 把英雄豪杰都坑害了 十一 立命 世人都愿享福 为什么享福的人少 受苦的人多呢 因为人一不知足 二不认命 人要明道 有福会享 没福也会找 看自己不如人 那叫自欺 也叫不知足 这种人准苦 知足的人 天命一定长 情里足 道里长 道里足 天里长 足了 就不费力 若是做这个 想那个 叫做漏气 像气球似的 一漏气 就别了 又像蒸包子 一漏气 就生了 所以君子做事 不嫌事小 有十分力量 十七分 又轻松 又愉快 就是活神仙 一起贪心 便落苦海 不论怎样 大福大贵 也是毫无乐趣 命就是人的本分 守住本分 就立住了天命 天命长 名也准大起来 会当几个人 就得几条道 若是不尽职 不尽力 喜虚荣 做假事 有名无实 就立不住命 道是行的 德是做的 不行没有道 不做没有德 上天按天理命名 人要照本分行事 就合天道 本着天道 所做的 就是天德 也就是 不私而得 行道 不可出本位 若是离开本位 不但劳而无功 反而有过 那么什么是本位呢 就是人的本分 素位而行 就可以成道 人要素位而行 做事不出本位 说话不出本位 思想不出本位 才能当体成真 若是身为女生 羡慕男人 贫穷人 妄想富贵 做这个 想那个 全是出位的人 怎能成道呢 就像离 要成在离树上 不能成在性树上 八德是八个门 都能进入佛国 不过人应该从哪个门进 就有哪个门进 这就是素位而行的意思 我是由忠孝两个门进来的 给人放牛 看活 全都抱定一个忠子 对老人抱定一个孝子 这是我敢自信的 命者明也 明正命就正了 命正然就化了 所以教人最重要的是 教性教命 十二 化性 人落在苦海里 要是没有会游泳的去救 自己很难出来 因此我立志 要救人的性命 救人的命是一时的 还在因果里 救人的性是永远的 是一救万古 永断循环 所以救命是有形的 是一时的 救性是无形的 是万劫不朽的 人性被救 如出苦海 如登彼岸 永不坠落 人被事物所迷 往往认假为真 那叫看不透 所以才说别人的不对 和人生气上火 其实是自己看不透 若能把事事看透 准会笑起来 那能和人生气打架呢 我当初看世上没有一个好人 我就生气 气得长了十二年的窗牢 几乎没把我气死 直到我三十五岁那年正月 听善书 才知道生气不对 对天自责 我的窗牢一夜功夫就好了 立刻出了地狱 恭敬我的正是害我 羞辱我的正是惩我 假的来了 要把他看透 知道是上天使他来考验我 受辱受罪 正是消灾免难 能知人的性 才能认识人 能知物的性 才会利用物 这是和天结查 什么样的人就存什么心 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 你要是看他不对 是不知他的性 也就是不明他的道 准被他欺诈 就像史克朗好推凤球 黄皮子好吃小鸡 蒸摊的人好占便宜 哪一届的人办哪一届的事 所以说都对 我受种种打击 立志不生气 不上火 被人讥笑 也不动性 气火是两个无常鬼 能把他们降服住 使火变为金铜 气变为玉女 不受他们克 那就是佛 逆来的是德 人需要认识 吃了亏不可说 必是欠他的 众人替你暴躯 你就是长命 若是无故挨打受气 也是自己的罪 受过了算还债 还要感激他 若是没有他打骂 我的罪何时能了呢 我说小人 我说小人也有好处 是挤对人的好处 从反面帮助人 受了受了 一受就了 受罪了罪 受苦了苦 没孽不哀骂 没罪不哀打 逆事来了 是给你送得来的 不但忍受 还要感激他 一切是没有不是从因果中来的 逆事来若能乐哈哈的受过去 认为是应该的 自然就了了 若是受不了 心里含有怨气 这件事虽然过去 将来必有逆事重来 正因为受而未了的缘故 凡事对面来的 都是命里有的 所以遇着不如意的是 不对头的人 要能忍受 孔子在成绝粮 耶稣被钉十字架 佛被割结肢体 都没有怨人 那才是真认命 真认命才能成道 人欺人 天不欺人 天家福是逆来的 若是遇着逆事 自己立不住制 那就半途而废了 金刚是最硬的东西 所以要立金刚制 愚人受人侮辱 或被人斥责 不以为是家福 在而生气 是刚倒了 明白人好和愚人生气 是刚炸了 不倒不炸 才能立住金刚制 炼透人情就是学问 要在亲友中去炼 炼成了就不怕碰 像砖瓦似的 烧透了就坚固 炼不透的如同砖坯子 一见水就化了 要想明德必须信源 要想信源必须死心 能装个活死人 信就化了 舍钱不如舍身 舍身不如舍心 舍心不如舍性 人能舍掉秉性 就算得到 所以我教人化性 是一旧万古 性灵不昧